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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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是飛哥 那我們根據調查 每天看電視六個小時少活五年 每天做運動15分鐘 可以延審三年 該不該邊看電視邊做運動 我們這一段趕快給 最大檔廣告 每朝綠茶 來看一下 還在吃東西 所有人聽口令追 你為什麼會吹成這樣 是不是我們周老師無人 周老師到現在的音樂還廢不出來 算了 爛樂隊 我連喇叭都不吹了 追 聽口令 原地逃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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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1 2 3 4 你這還會有那種跳彎 1 2 3 3 會不會 有人注意 剛剛我們練了老半天 你們又坐在那邊 開始吃零食 開始荒廢你們的功夫 你看 腿又變粗了 腰又變粗了 在幹什麼 這樣子我們的訓練有用嗎 報告教官 覺得一點效果也沒有 你看小馬哥 他每天還不是慢跑運動 結果 鮪魚肚還是吐出來 沒錯 報告教官 我們的國會議員 天天都在運動 每個人都是 鮪魚肚怎麼辦 國會議員那不一樣 他們呢 那個叫打架不叫運動 因為他們 偶爾做那個叫打架 天天打那就叫運動 我知道嗎 而且他們的動作呢 他們 他們做得不夠確實 但是他們確實是有很好的 某種延展性 這樣好了 教官在這邊 跟大家 我們就把國會議員 就是立法委員他們 做了一些動作 編成一段國會健康操 交給大家好不好 好 跟著教官來做好不好 好 MISS CAR MISS FA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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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一起示範國會健康操 分 揮動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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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紙水杯 丟紙水杯 爬上主席台 爬上主席台 拉扯麥克風 拉扯麥克風 衝撞巨馬 衝撞巨馬 好 講都會了嗎 預備 國會健康操 老師 音樂 預備 請 把我當巨馬 黑揮橋 埋動拳頭 飛 腦咀劏馬 衝撞巨馬 把我當巨馬 把我當巨馬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要把我當成是一匹 知道嗎 看到我的身材就像是一匹巨馬 是的 這樣有沒有感覺身體在燃燒了 是的 報告教官 做完這個 我感覺我體內的脂肪只在燃燒 很好 是的 你看 我們的國會議員 天天都在運動 難怪我覺得我的身體 都燃燒起來了 你身體燃燒 就是心裡面有怒火 就燃燒起來了 所以沒有錯 我們的國會議員 這些政治人物 每天就是幹了就去這些事情 對我們台灣 唯一的貢獻就是什麼呢 他們編列的這一套 國會的健康操 讓我們大家好好的做運動 所以各位記得 我們一定要多多的運動 才能夠有健康的身體 有沒有問題 沒有 華高教官 是 既然說運動15分鐘 可以延瘦3年 雖然如果我24小時 24小時都在運動的話 我可以延瘦288年了 哇 你24小時都運動 你可以延瘦288年 是 應該288小時就掛了吧 然後 過勞死吧 是 你這樣活著24小時 不間斷的運動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注意 運動還是要適可而止 適量的運動 才能夠達到 嚴嚴益壽的效果 我們繼續運動 MISS MISS卡 Yo MISS菲 Yo 我是Mr.PRO Mr.PRO COPP 繼續運動 一 二 二 二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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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啤啤啤啤 啤啤啤啤啤 好 謝謝 謝謝 哎呀 這個也太棒了 哎呀 不然咖啡都來了 這個厲害了 好 我想說這個什麼 這個 寶咖啤 還有什麼愛妃 他們太小咖 人家不會找他們拍廣告的 這是對不對 假以時日必成大吃 但我們多講幾次看有沒有機會 但是Brown Mr.Brown是OK是大咖的 但是也不會 但是大咖再小咖 Mr.Brown 勞怒命 每次這個內地台灣飛 也不曉得他在忙什麼東西 好 我們先進廣告 我們今天講到這個養生運動 少看電視這種話題 我們還是最後結論要給我們 最有健康概念的 攀懷中醫師來做總結 謝謝貝哥 因為我自己本身 我有主持節目 那我經常看一些綜藝節目 經常說某某人笑笑就領錢 我不曉得那是什麼感覺 我今天真的有感覺 我今天是笑笑就領錢 我最後面居然要做恩典 不過我要問大家一個 生活小常識 有一種東西叫沙發馬鈴薯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吃過 當然意思不是說 那個馬鈴薯軟軟的跟沙發一樣 不是的 是說因為美國人 他們有做過一個調查 就是你如果一直躺在沙發上 看電視的話呢 久而久之 你就會變成一個馬鈴薯 慢慢的會長大 長寬 長胖 甚至於你就會發芽 那馬鈴薯如果發芽的話呢 它會產生一種元素 我想大家可能不知道 它叫龍葵素 吃了之後呢 它會讓你的嘴巴發麻 那噁心 甚至有落散的一些情況 那是不是有人就說 那我們就不要看電視 當然也不能這樣子 音樂費時 還是要看一些 比較健康的一些電視節目 當然就是看了一些 那種電視節目 你就會感覺到好像 有一點點臉色想要反親 或者是說臉會變藍的那種 不要去看它 要看老師的節目 因為老師的節目是黃色的 就像很多水果一樣 黃色的果肉是最健康的 而且老師 並且會經常把一些 健康的資訊 不斷的提供給大家 讓家裡的身體健康 告訴大家什麼樣的運動 才能夠讓你的身體健康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就是 黃色的心長跟老師 才能夠帶給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這個今天討論不看電視 那我們這些演藝人員以後 賺什麼呢 是不是 還是要多少看一點電視 但是運動還是要多做好不好 這才能夠維持身體健康 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全民最大大再見了 謝謝 謝謝 小閒 謝謝 謝謝